说我们的14亿 14亿的细胞 有的细胞个体是极度强大的 有些比较虚弱的 但是这个个体极度强大的 要吞噬这个虚弱的 或者说弱小的细胞 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 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 那你那你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作为个人有人要吞腻吗 兄弟兄弟兄弟 您是不是接这个话 来影射有人要吞腻呢 我所主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 打铁还需要自身硬 对不对 对 我们也认为是这样子的 对我们国和家本身就是不分开的 每个人都是命名共同体 兄弟我们观点 我们把它给分开了 对不对 兄弟我们观点是一致的 刚才那个谈话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了 对 观点是一致的 那你现在还想说什么呢 一我们的国一定要 就是说给予这个个体 一个足够的尊重 不能说严重宣犯个体的一个利益 我们的国不给个体尊重吗 这一点我们 我们一定要说真话 一定要说假话 这一点我们不需要下去说 你告诉我真话是什么 可以说吗 我们的国没有给你 没给你足够的尊重吗 不是 那您知道 你回答我的问题 就先把这个话题 我们得先看自己的观点 是否一致 已经改善了很多了 是改善了很多 我们也在向前发展 对不对 我们不能往后发展 我们一定要向前发展 对 那您认为我们 您刚才说了 国就要给您 个人要足够的尊重 那我现在的问题问您 那我们的国 有没有给你足够的尊重 我只能有很多事情 我只能跟你笑一笑 那您可以说吧 有还是没有吗 那您先跟我讲一下 战斗政是怎么取消的 国家该取消取消 怎么了 对 他为什么取消 国家的决策 国家的全决策 这里面没有血和泪吗 那您基于这个血和泪 然后您就觉得您不自由了吗 不是不自由 那对啊 一个国家的强大 是个体的强大 国家才会强大 是的 个体都不强大了 个体都是人的 兄弟 您看您的货题一直乱了 您看您这一会儿就乱了很多 那国家的强大 您说国家就要给个体足够的尊重 对吧 那您是我们从尊重又聊到强大 咱们先把尊重的话题聊透 然后再聊强大的话题 可以吗 好吧 咱们不能说一会儿说两个话题 那我的问题现在就是 国家有没有给你足够的自由 怎么说呢 嗯 那您回答我 那您犹豫 那就代表您不自由 是吗 有太多的东西 那您跟我讲一下 您想要什么样的自由 那您告诉我 不要说不可以聊 那这样的 您不回答我问题也可以 您回答我 您想要什么样的自由 不是想要什么样的自由 不是自由和不自由的事情 不是你说的 就是话题是你起的 让你回答 你又说不是 公正的一个体系 那您觉得我们的体系不公正吗 那你可以去问一下 我们的马某 马某或者那个某某呀 那你意思就是说 咱们的体系不公正 那请问您能在这个国家 安居热宴去生活 包括你在这年迈 来说这些话 他不是给你足够的尊重 你能说这些话吗 我们一定 就像有人说 我们要去巴姆国 去体验一下 我们是一个大国 是一个强国 是个14亿人口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最难的去比呢 我们是要做 不是吧 就是你连 你连那些最难的道理 那些人的道理 你都想不通 你是作为一个强国 你有去站在他们的立场 去考虑问题吗 我们是不要跟他们比 但是他们过了什么日子 你去想过吗 连他们想明白的事情 你都想不明白 你在这里说什么呢 你最赖的人 最赖的人 他们都懂得道理 你不懂 你还有说我们不能比 您的逻辑成立吗 不成立 就是说我们历代的一个 那个朝代的强盛 都是前期 对民 女民那个 女民生息 然后到后期就是 不断的压迫 到最后就是 那你想说的是什么呢 那你的跟你的根本 不就是在于 你现在受到压迫了吗 我没说我受到压迫 那你在这里说什么呢 你对不对 你说话给要有逻辑 明白吗 逻辑 我们在我们 兄弟你在这里能连 能上网 能在这讨论 公不公平的时候 这不就是一种公平吗 对是 所以说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了 每个人不都在进步吗 对对对 那你在这里说什么呢 就已经在进步了 那你现在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宣扬民粹 我不要让我们再进行一个倒退 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宣扬民粹 你挺好 听听听 说话要有逻辑 我们是聊到这个话题 你现在聊到民粹 那您的意思说 我们在宣扬民粹吗 而且还有一个点 你看 你除了去逃避我的问题以外 你不是说理性讨论吗 有 那你现在怎么定义我这个直播间是民粹 先把这个话题聊透了 我们再聊下一个话题 能正常理性沟通吗 能 那您先回答我 你把我们定义为民粹 您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叫做民粹 没有把你们进行成民粹 我就是说我们不能往民粹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句话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有一部分他已经不够很理智了 那你 那请问哪一部分人不够理智 他是外人的人 不 在 兄弟兄弟 停停停停 请问哪一部分人不理智 请指出来 您做过调研吗 我已经听到很多了 我也不可能 那我们什么言论不够理智 您告诉我 来 我作为一个主播您在跟我聊 我说了哪些 你认为不够理智的话 你说这个华为吗 我就跟你讲一下华为 兄弟 你看兄弟兄弟是这样子的 您确实 您会理性沟通吗 我T30我都买了 你能说我是爱国还是不爱国呢 就是咱们真的不没办法去理性交流吗 冷呀冷呀 我问的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问你买什么手机了吗 没有 你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答对所问呢 就是你说我哪些言论极端了 您觉得不合适了 您把我的言论抵出来 我问您这个问题的时候 您说我买了这个手机买了那个手机 您个人的消费观 那是您的自由 我现在只说最后一个点 兄弟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如果再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要请你下去了 你答非所问在那里 牛头部队马腿的在这聊天 有什么聊的头呢 刚刚说的挺乱的 我就是没有听您 刚刚说的那个什么 什么一个点 你给我再给我重复一下 我没听清楚 你没听清楚 您说我们言论有些极端 那请问我哪些言论极端了 请指出来 哪些观点极端了 请指出来 我没有问你买什么手机 好不好 可以 来说 我没有说你们这个观点极端了 而是我们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说的 有些极端的 这里面哪一些言论极端了 请指出来吧 这只是从我的个人感觉方面来说 你是以我认为我以为 然后您就上来告诉我 要理性客观对吗 不是说支持华为 你看你是主打以毒乱回 兄弟你为什么要以毒乱回呢 我们可以 就我们在聊什么言论极端 你跟我说 你在回我什么的 我们不要过于排外 我们过 您说的现在是重点啊 您是不要过于排外 我们怎么排外了 请告诉我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 我们一定要进行那个 进行一个国际化竞争 我们才能做大做强 而不是关起门来 遥遥领先 对吧 那请问我们哪一个产品 遥遥领先了 或者说哪一个产品 我们是不想跟国际合作了 这现在是 是我们不愿意跟国际合作 还是别人不让我们国际合作 你搞清楚 来 这个我要不这个 就这个事问一下吧 您刚才说 我们不要闭上门 坐在家里面说 遥遥领先要参与国际竞争 那么请问 华为这句 际忠总说的话 遥遥领先是什么时候说的 这是那个 其实我们这个 请问是什么时候说的 很好了 但是有一点 不不不 四脉兄弟 我问一下 我们是就实际的 每一个事情 陈出清楚 我们就是 你所有说的话 就一定要有证据 那我觉得这个遥遥领先的 说的话 你如果不知道 我来听您说 好吗 不是在市价的那个发布会上面吗 是在市价的那个发布会上面说的吗 不是 不是 是2019年 华为产出自己的5G的 麒麟9000芯片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块芯片 确实是在全球 您说的全球竞争的 这个背景下 确实是遥遥领先 No.1 所以说 他说的这句话 从技术角度 从所有的 当时的国际竞争角度 没有任何问题 OK 好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 你说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目前 我使用这把手机 就是90年代 我想顺着说 等会 您买什么手机 这个不重要 我只是客观说这个事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一句话 却被网上宣关成 让所有人感觉 华为随便出过什么东西 都说自己遥遥领先 这是您有这个印象 对不对 那你好好想一想 是被谁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传递给您的呢 其实我本身也不是说 华为的事情 我不是说华为的事情 而是我所表达的观点 你刚才就是就要观点的 我们要关注我们国内 所产生的一些矛盾 来改善这些矛盾 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我这是我的点 谈清楚 当然要把这个事 谈清楚 我们谈到很深层次的问题 会不会是因为 被人带了节奏呢 有可能吗 肯定有可能 首先 首先 我不否认 首先 有关于存在这个事的 有这个有 有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了 当然也都这么回事 请问 那您有没有可能被带了节奏 被人带了节奏 最后您对华为这个遥遥领先 这个这个 这个最后被带完 这华为就会吹牛 就说什么都遥遥领先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就好像我现在跟你有这种感觉 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这种感觉 好的 说着 不是华为这么一个事情 华为只是一个 只想一个点好吗 您刚才只是拿 既然拿了这个点 作为您作为矩阵的例子 我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说事 对不对 既然说了 您举了这个例子 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说事 你要说别的 我可能还没资格 所以说 您是不是要承认 您认为华为吹牛 在国内区域市场 说什么都是遥遥领先 这一个观念 是不是有可能是被别人带了节奏呢 您站在自己的角度 您站在自己的角度 和华为没有关系 别的东西都 您觉得 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您是想表达说 您刚才所有的表达是空中楼阁 不代表任何实际的东西 是这个意思吗 不不不不是 那那那不是 那肯定是跟什么事相关 那你要不去做别的事 我所说的是要建议一个 很公平的 我觉得这是我刚开始说的嘛 对吧 你们就是我们那个 管导到要更多的 买内部的东西 也买外面的东西 好请问 我们这个川 从新能力汽车上 买不买特斯拉 你看看排名 买了吗 有没有限制啊 买了呀 买了买了 有你说的那种限制吗 自由吗 有些东西 我不好回答你 就是这个事 请问 限制了大家 我现在都跟你说 我连讲话都没有那么自由 你还要让我怎么回答 我刚才只是问这个事 我就问特斯拉 这个事被随便买 不关我被抬走 我肯定要被抬走的 对吧 我们说话都说不到 做不到那个 我能完整把一句话说了 那你说那个 有意义 本身就没有意义 我们是不是要就这个事 到了到了 我来吧 我来吧 这个已经聊到这个自由了 我来 那你知道 那为什么平台滚得这么严吗 不让你什么话都乱说吗 就是怕你们这种人 不分金空照白 带节奏 所以管得这么严 知道吧 你了解什么呢 你真的能知道什么呢 你连逻辑都搞不清楚 以毒乱回 是不是 你有道理说道理 怎么不让你说呢 不就是怕你乱带节奏吗 不分金空照白 看了一些消息 看了网上一些东西 单方面的在那带节奏 所以平台在管这么严 不是带什么节奏呢 我要带什么节奏 那你那你为什么就是说你讲话不自由的 你讲到现在难道不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吗 我说话已经小心翼翼了呀 你小心翼翼 那为什么小心翼翼 还不是就怕你们乱说吗 对不对 我有什么好笑的呢 我们也不想 对不对 我们说话也很小心翼翼的 我所说的东西 是要进行一个 就是说 我和那个家是不分开的 不要把它进行 我们不是观点相同吗 我们都希望祖国强大吗 这话题 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 我们观点相同 我们不讨论 希望祖国强大的 因为就像我们这14亿人 这个话题我们没必要讨论 兄弟 我们没必要去讨论 这个观点是相同的 除非你抛出不一样的观点 我来跟你聊 这里面的意义不同好吧 哪里 那你可以指出来哪些意义不同 我们的14亿 14亿的细胞 有的细胞 个体是极度强大的 有些比较虚弱的 但是这个个体极度强大的 要吞噬这个虚弱的 或者说弱小的细胞 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 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 你作为个人 有人要听你吗 兄弟兄弟 你是不是接这个话 来影射有人要吞你呢 没有没有 那对啊 没有的事情 你在这里说什么呢 不我们只是希望国家强大 国家强大的根本是在于什么呢 肯定是一个公平公正 你现在请问你能在这里说话 你讲受了什么公平呢 难道这不是一种公平吗 你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 你讲给我听听啊 是啊 我们有很多事情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说 大家肯定都是很公平的 要不不公平 怎么坐在那边那个呢 对啊 那你在这里表达什么呢 说我们的本身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我们的本身的个体里面 会存在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需要抵制的这些 哪些不好的东西呢 那您告诉我哪些不好的东西呢 具体一点 就像那个 熬某会的那个雷某 你说他是个人吗 他是个东西吗 那代表是什么呀 哪一个 雷某 谁啊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知道我还能问你吗 你可以收一下熬指挥啊 哪一个 熬指挥 然后呢 雷谁啊 就叫雷某嘛 我们都不过人说 他被抓起来了没有 他有没有被抓起来 那你怎么定义他不好呢 你国家有没有去 他做了坏事 国家有没有去把他抓起来 那不是舆论起来了吗 舆论起来了 那国家会处理的吗 国家会出手的 你在担心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 我回答我问题 回答我的问题 咱不抵读乱回好吧 国家已经在 这个事我不知道啊 我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国家的决定 对吧 那你你你 是不是国家有没有 凭什么有这个权利呢 国家会处理 明白吗 国家会处理 这个他有没有被国家抓起来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不会去缺行 那知道的那个正义 那还叫正义吗 首先你聊的这个事情 我不清楚 明白吧 所以你聊的这个事情 我不清楚 我们不能去说 这个事情好与坏 因为我不清楚 那你对这个事情去了解 它这是一个点 那你想通过这个点 去否定全面吗 我们见到一只蟑螂的时候 你回答我 那您的意思就 想通过这个点 来否认我们 做的所有努力 不是我们 我们已经是那个 对吧 你刚才不是说吗 看见一个蟑螂了 就代表满屋的蟑螂了 对 就是你想通过这个点 你想通过这个点 来到底攻击谁呢 谁也不攻击 那请问对啊 你这不就是叫做 一点待面吗 你想否认什么呢 这个细胞呀 你想表达什么 对 就正如你所说 我不了解这事 那这个事情是坏的 那你想说明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坏的 你不公平了 是这意思吗 不是坏的 不公平了 那你想表达什么呢 对吧 你最终的目的 想什么呢 就因为那个蟑螂 所以你现在不公平了 不是不公平的 那你在说什么呢 那你想通过这件事情 你想说明什么呢 要保障个体的 那个 你的意思说 你现在没有保障 有保障呀 那你在说什么呢 但是我的保障 在那个强调的西方面前 也就是变得没有保障 那你现在是怎么没有保障了 告诉我 请把你的精神故事 讲给我听 你没有保障在哪里 你是出门 会遇到坏人 有人对你实施违法行为 警察不管 还是说你的合法行为 被侵占了 来你告诉我一下 这些都不用讲 因为 什么不用讲 讲出来吗 我们就在这讨论吧 很多熬时的记忆是比较痛苦的 也没法讲 这也是 你儿时的记忆 你儿时的记忆是比较痛苦的 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应该和你差不多吧 四十多岁 我们那时候生活确实苦 你是因为那个生活苦 记忆痛苦呢 还是说你受到迫害了呢 没有呀 对 你没有你在这里聊什么呢 说我们以前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们要努力的 如果你觉得不好 你不应该就努力的去建设这个国家吗 在这里抱怨能解决问题吗 那是这么个观点 能不能努力的去建设这个国家 那是的呀 那你在这里讲了半天 讲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到底都无法进行保障的时候 那请问你是怎么没有做到保障的呢 你回答我啊 你个体做不到保障 你亲身的事情告诉我 你代表不了别人吗 你回答我 你怎么没有办法保障你自己 来 回答我 你又说不出来 你个体怎么 在当今这个社会 怎么没有保障你 你回答我 在美国 我不觉得那个 因为我不打算出国 你是主打 你是主打以毒乱回吗 大哥 我问你啊 你的个体怎么没有得到保障 回答我这个问题 不是保障和不保障的问题 刚才说 要个体要得到保障 我问你 你怎么没有得到保障 不是保障 不保障的问题 有逻辑吗你 对吧 你出来聊天 你最喜欢带着逻辑跟别人出来聊啊 逻辑 很多时候逻辑是没办法讲的呀 怎么没办法讲 你上来刚才说了 你是不是自己说的 主国的强大 得得保障个人的 对吧 我问你怎么没有获得保障了 你说我们不了保障 这就是你的逻辑 这就是没办法讲的逻辑 没说不了保障 就是说 我们不能说以牺牲斗举 来强大一个国家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那请问 请问 这个国家需要你牺牲了什么 来讲给我听听来 来请告诉我 算了 你上班有工资拿吧 你现在工作吧 你能把你的家庭养活好 不就是得利于国家吗 你 请问牺牲你什么了 你能去劳动 你只要去上班 你能获得完整的信用体系 你不就得感谢国家吗 你上班有工资拿 中国你的劳动 能获得你幸福的生活 有什么问题呢 你有什么不满呢 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不满啊 那你请问 你在这里 你连了24分钟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说 我们国家 一定要往正确 往前面前进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国家现在不正确吗 正确啊 那对啊 那正确你在这里强调什么呢 我能说不正确吗 那请问 怎么不正确了呢 正确啊 就你提出的观点 就是真理吗 就你认为的不正确和正确 它一定是真理吗 不是 你把这你事都看得太重了 那个 我们只是一个小老百姓 对啊 你都承认自己是一个小老百姓 你的认知和格局 你能看到的事情 只是你能看到的 我们要跟着这个国家 那你怎么去判定这个东西正确 国家好 我们才会好 国家不好 我们就 就就会不好 就是 对啊 这是我们一开始的观点 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呀 那你现在说什么呢 你在聊什么呢 我们观点一次 就应该结束话题了 那你在这里强调什么呢 没什么强调的 对啊 没什么强调的 但是我们首先一点 我们是一定要 国和个个体是紧密 不可那个分开的 咱们不要去找一些正确的 一个命运共同体的 兄弟 咱们不要自开好吗 咱们不要找正确的废话 我们的观点一致 我们没有人否定你的观点是错误的 从一开始就讲了 我们三观是一致的 观点是对的 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 是你在说 但是不要在这里 好不好 反复的去拿这句话再讲 我认同你那观点 没话聊了吗 没话聊了 我们 我呢 其实也没什么那个 也不是说 所谓的一定是什么打侄子 还是什么1450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小老百姓 我们只是 只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我们生活的生活能变得更好 是吧 对啊 就是我们月景是一样的 没问题 对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小小老百姓的 是的 对不对 对 很好 没人说你说说对的 那你有没有但是了 没有但是就下去 有但是直接讲大事 行的行的行的 我想我下去下去 好